口才一定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 你的核心不是练口才 你的核心是让自己的脑子里边装东西 你为什么不敢讲 确实是因为你讲的少 但是你为什么讲的少 是因为你真的讲不出来 口才的背后是什么 口才的背后是你真的有文采 你真的脑子里有东西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你才能够阅人无数 很多人说 张老师你学过演讲吗 我告诉你没有 演讲的核心真的不是演讲 演讲的核心是肚子里有货 脑袋里有东西 你的核心不是练口才 你的核心是让自己的脑子里边装东西 脑子里边有东西 那么你如果只缺表达 这件事情并不难 多去讲就行了 你得到的正向回馈很多 那你就越来越会讲 所以一定是建立在什么 你有输入的情况下 你才能怎么样 输出 所以很多人说张老师高能的输出 各位我为了保持给你们高能的输出 我不能停下来 我必须要不断的输入 我不断的输入 不断的高度的归大和总结 我才有资格给你们输出 所以我也是如理薄冰 战战兢兢 如果你的储备足够多 你有一桶水 你给别人一杯水 容不容议 可是如果你只有一碗水 让你去给别人一桶水 你就给不出来了 你当然不敢讲了 扩大自己的认知 改变自己的思维 拉大自己的格局 好不好 很多人说 张老师我请你吃饭 各位你请我吃饭 我可不可以不说话 不可以吧 所以你不是想请我吃饭 你是想听我说话 你既然想听我说话 不一定要请我吃饭 所以张老师 把想说的话 最精彩的话 高度的归纳和总结 干货都放到了 我们365的课程里面 如果你对商业感兴趣 你对创业感兴趣 可以下张老师365的课